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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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2017年4月27日 今天行资方面高开了85点 之後走势回落 到了10点10分看到今天低位 之後走势就掉头向上 船日波幅是262点 行资修市部24698点 上升了120点 成家方面略为减少的 是763亿 今天我们会用图表方面看大市走势 用什么图表呢 一个日线图和周线图 有时候我们做图表分析来说 两样的图可以互相结合做一个分析 运用的 有人说日线图、周线图、月线图 是怎么用的呢 一般做股票买卖来说是会看日线图 如果你想看股票走势 看一年的变化度 日线图是合适的 如果你想看股票走势是五年的状况 一般用周线图 用周线图去形容 一个巴雷变代表一个星期的高低开收的意思 如果你想看软期一些 我们会用月线图 比如看10年以上 一般的股票来说 很少看10年以上 通常看10年以上的 是看行资走势 或周期循环 所以股票来说 一般用到 一年左右用日线图 如果想看五年左右的变化来说 就是周线图 如果短线的怎么用 短线来说 用一个一分钟的图表分析 或者中短线来说 就是一个小时 一分钟图怎么用呢 通常用在期置方面 例如一些日线的期指 我们会用一分钟的期指图 所以不同的图形方面 有不同的用途 有时候我们说 一个一分钟图 一小时图 日线图 周线图 月线图 如果大家不懂来说 要学一下 一个技术走势 分析投资班 来近是5月11日 星期四开班 以报名来说 早些少 学技术分析来说 很有用的 后市变化了什么样 我们先看看图表先 今天来说是2017年7月27日 今天的股市方面 升了120点 看看大致走势 这个是阴阳烛的图表 我们试试把这些高位画一条线 叫做阻力线 好 我们将这里连上去 这样 现在阻力线方面 就升破了 往上走 所以现在形容走势来说 可以叫偏好的 你说走势是否这么漂亮呢 今天来说 你看到有只脚在这里 这个叫探底线 原则上来说是漂亮的 可惜来说 这个阳烛的实心态比较小 当中来说力度也不够 所以今天来说虽然是升势 不过也不那么漂亮 现在来说走势方面要好 要看多样东西 看周线图 看多样 这个加拳平均线来说 没错这里是升破了 最重要之前这里来说 动力方面不是那么大 所以这里升破来说 要保留一点点 所以有时我们看这个状况 要多看一些东西 看周线图会好一点 周线图方面 我们先看看这个状况 好 这个就是周线图 周线图方面 我们先加一条线来看 这里 这个顶部 和这个顶部连起来 这样 这个阻力线方面 是多少呢 为24710点 24710 所以现在走势来说 以升破这里来说 是落实的 我们说升破价值是什么意思 是以周五的收市 因为这个周线图 我们以周五收市 做一个单位 如果周五 价位可以高于这个 24710 楼上收市 这个走势方面 原则上是好的 所以有时做买码里面 有时看日线图 看周线图 当然 升破之中来说 形态上是怎样呢 如果有个升的幅度 是多些的 阳烛是大些 那就更加好了 或者成交量 会再多些更加好 这些要有个配合的 今个星期里面 有没有哪些股票 和大家分享下呢 有的 我们今天看这些股票 看这些是945 我们上星期的股票来说 是979 绿色能源 这些股票也不错 今个星期 今天收市价 0.57 5毛7指 我们上星期四 一个介绍是5毛1指 升幅有12% 今个星期 我们提到这些 945 云里金融 今天收市价来说 137.8 升了2毛 升幅0.15% 成家方面 458万 这个股票有什么优点呢 在于 家权平均线升破了 这里来说 有两个底 我们有时叫商底 如果现在可以再多一天 价格升破这个高位 就更加好 这个高位多少 就是这里来的 好 留意一下 如果有个价位方面 可以有个阳足 大调一点 例如明天星期五 有个阳足 大调一点 可以破这个顶位 就更加好 所以这些股票来说 如果要入市的状况 通常分两柱好一点 家权平均线升破一柱 如果再破阻力位 再多一柱 有时我们说分柱分段入市 有时将风险去减低一点 这些技巧上要用到的 其实投资方面来说 是一个终身的事业 所以大家要放多些时间 心机去学一下 我们自己的投资班 同学里面 很多时候有些心态 就是说想学好投资 将来退休 提早退休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大家要仔细去学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今集内容来说 可以和大家朋友分享一下 记住我们Facebook的专页 好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